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在想年底 大市开始会剩余 拉脚局面比较明显 这时候最好想一想 究竟我们的仓应该是什么部署 以及为来年的策略上做一个部署 所以今天请来花旗的王帕宁 帕宁聊聊天 帕宁你好 帕宁真的要问问你 因为我想我们回顾今年全年 其实在整个环球的疫情试日下 其实资产市场是不停开派对的 3月摸底后一直上来 直到年底现在还冲一阵是比较急 如果我们看回环球股市的表现 其实很多都一成多两成的胜幅 近年底你见到很多申请市场的资金买得很厉害 整个市场都在买上来 很多人问 那如何去到这个位置 如何打算明年就一些主题的策略上做部署 其实对很多投资者来说 下年好像很理想 因为经济又复苏 疫情都应该会进一步受到控制 亦都有大量的资金 央行亦都不断放税 看下去无论在资金的层面 经济反弹的层面 企业盈利的层面 好像很多东西都令到大家觉得 看来都不可能不是升市 没什么负面的反应 唯独是唯一投资者最担心的负面 就是股值 反而反过来今年很有趣 明明经济是一个很差的状况 但是股值不断往上走 达到2021年的时候 当我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可能很轻易就说出 今年买股票 但也会很快面对同一个问题 你越熟悉的市场 例如香港人最多 就是内地香港股票 美国的股票 新经济的股票 很熟悉 很认识 表现很好 不过股值很贵 21年的时间 我继续买下去 客观元素又有 因为经济的营运模式 它赚钱的能力 甚至乎 疫情过后 真的是消费者的行为的改变 看来都真的利好这些企业 最不好就是股值很贵 很多人都会想着 等着 还有很多的股票 例如 无论是等到颈都长的航空业 大家都想什么时候去旅行 或者真是一些 传统旧经济的股份 其实也在说 下年当营运一到 经济要重启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应该终于 等到他们的身边 可以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究竟投资者怎样选择呢 因为投资者很快就会进入 刚才说了很久很开心 但就会进入第二个问题 就是熟悉表现好 股值很贵 都是熟悉的 旧经济股份 不过大家都知道没有表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个催化劑出来了 我买买下去 如果买下去 那边又不断升 我就蝕了 新一年来说 资产配置很困扰 变成了我们都会觉得 股票的部分 我们继续看好 十间有十间都说买股票 是的 因为没办法 刚才也说了 资金真的很多 央行甚至乎各地政府 也会继续这个宽松政策 希望守着经济反弹 你都见到 真的 连接着疫苗更加是强心针 但反之今年来说 要砌这个组合 有一个巧妙就是 股票的部分 当然有偏重的偏好 但你就要开始选择 例如中美股票 可能都是你的重仓 因为没办法 真是主要的企业 但是可能21年 就要适当地减持一点 特别是今年赢了的钱 可能它一直赢 赢得比重越来越大 可能减轻一点 就去找一些 在股票市场里面 可能落后一些 或者未被发掘的市场 如果地域来说 可能亚洲地区的东南亚 新兴市场的拉丁美洲 或者少量可以考虑 例如受到疫情 很大影响在欧洲 是吧 行业上 刚刚都说了 是否可能 行运业 金融业 值得有更好的分散 你可能趁着这个新年的时候 因为今年 只要你有投资股票 其实可能你的盈利也不差 特别是中经济的股票 也值得慢慢 赚得很厉害 可能减持一点 减持一点 慢慢派下去 很明显看到 刚才Pakling 就和大家大概说了一下 主要股票先走 你看到图面所见 花旗钓大家明年 其实在主题捕捉上 如何将你的资金调配 首先股票继续增持 商品亦都增持 而固定收益 就是大家说买债 其实今年 资金流入都是超夸张 它的流入幅度 其实比股票更多 现金方面就减持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 feel of missing out 即是怕输 你持现金 其实没什么好处 而Pakling 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再细致一点去看 就是股票方面 应该如何将仓去调配 我看到 之前 譬如去年 很多 譬如10间10间 都真的说 只是买美股 闭上眼 而欧洲股票 过去一年少人说 始终有很多事都困扰着 其实想增持这个市场 都是跑输大事 到今天为止 我见过德国指数 其实还跌1%左右 这个其实是动动的 Pakling 可否解释一下 你们有没有动过任何的 计划 为什么美国那里没有 不动的 其实我想 对大家投资者都知道 美国这个行业 不是这个地区 股票基本上都不可划绝 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个 全球快支产品配置 但是 他亦都感受到 他就是一个最典型 刚刚投资者面对的问题 股值开始很昂贵 新经济也涨了很多 旧经济的股份 你知道它便宜 但是你又不能说得上买 进去的催化 即是立即游 我们会觉得 其实投资者 保持一个正常的比重 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别增持 或者减持 反之 我们看到 例如 内地 或者美国的股票 你真是今年赢了很多 令到你的仓位都升了 你可以分段审下去 审多少度呢 你觉得 其实我们 当然 每个投资者 要衡量自己的状况 但其实 你可以想到 你首先看看 股票或者债源 佔你的比重有多少 可能有些人就7.3 有些人就调回7.3 有些人5 但是在你剩下的股票的部分 你都要想一下 例如中美之间 佔你的比重有多少 其实如果你说 只是中美之间 佔你可能说7成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 虽然它两个地区很大 但是 当你说佔了8成、9成的时候 其实你只剩下2成 审落其他地方 对你的效益 其实不是很明显的 很多时候 例如股票的部分 你可能考虑一下 股票的部分 会不会有三成的时间 可以再做更多的分散部署 就不会质重单一国家 OK 其实有很多 我见你们都移动了的 例如新兴市场那些 我想都是一个追落后的焦点 而过去的一个季度 其实这些相关市场 都已经很明显追上来了 如果你年代表现 其实新兴市场的升幅 都已经去到12% 还考赢了成熟市场 因为现在成熟市场 升到9% 其实都是在玩一个环球经济反弹 那个为主 然后带动整体企业盈利 是有很大的一个re rating 是不是这个故事 新兴市场除了基本的 刚刚你说的经济反弹 真的企业赚多钱之外 对新兴市场来说 其中一个也叫做引颈以待的元素 就是美元药 对新兴市场来说 我认为美元偏弱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很利好的走势 而对我们新一年来说 美元走弱的一些客观的条件 都具备了 例如美国财资的问题 长时间低息 大量的QE 再加上美国经济反弹 而且现在不是美国经济反弹 环球经济也有反弹的时候 接着龙头大佬走 变成了美国美元自己本身 好像往常的事情 例如它自己经济很强 环球经济不强的时候 它再有美金迫高的时候 现在没有那么厉害 变成了这几样东西 当美金真的慢慢走弱的时间 其实对新兴市场 无论新兴市场货币 新兴市场资产 都会令到越来越多资金流入 也是 例如你最近留意亚洲区货币 其实升幅很显著 我们不能去旅行感受 没有那么深 如果你说我要去泰国 我要去台湾 其实你会觉得 原来汇水已经很贵了 对不对 美金今年大概跌了6%左右 所以其实新兴市场 也是受惠于这个因素 第四季资金流入得很重要 但如果我们说到 值不值得买呢 其实大家都在看企业盈利 上调的幅度是否大 我看到这条街 现在普遍估计 因为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其实说全部都是跌的 企业盈利 但是似乎由中期业绩开始 其实re rating 就逐步出现了 而最近譬如你 即使美国公布了第三个业绩 其实有八九成的业绩 都比预期好 也都令到很多analyzer 上调整体的盈利预测 到明年我看到 这条街就说两成八左右的升幅 你们的行业就估计大概两成 我们又是否应该 譬如以地区分布那样看呢 究竟哪些地方 re rating 幅度越高呢 我们就值得去把我们的资产 配置多一些在那个地方的呢 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呢 其实又不要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 你很容易跌入一个陷阱 就是你会不知道哪一年 你会100%买了新兴市场 因为新兴市场的波动性太大了 有时候如果re rating 上来 如果是倍数那样算 那你就真的会不觉不觉就中了伏 但是反过来反而 也都不能说完全不敢 反过来你整个感觉 看看现在当我们除了中美以外的市场 我会好想的 我会找一些叫做 未被投资者发掘的市场 不过资讯的流通没什么很安静的了 但是起码都叫做偏早的入场 例如呢 例如你会看到几件事 第一 它本身的估值 会不会有很 excessive 的状况 现在大部份这个状况都发生在 例如美国 或者内地的部份的新经济股票 新兴市场当然说便宜了 一定便宜了 但是第二样东西就是 它还有没有潜在的风险 不是每一个新兴市场 它控制疫情的状况都这么好 你只是很客观说 亚洲地区的新兴市场 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市场 在控制疫情的状况也差很远了 如果你说我真的想安全一点 可能亚洲地区的市场会更加吸引 亚洲市场里面 我又开始想 其实大部份投资者都会跌到陷阱 那好吧 我就买一只亚洲基金就可以了 好像很简单 但是亚洲市场 基本上大部份由内地组成 你再加上香港 基本上你这些国家就没什么得剩了 其实大部份香港投资者 亦都有很多香港股票 我又想捕捉亚洲 其实我已经整个手都是中港股票了 其实我想要探出亚洲的时候 你会否直接去探除外地以外的亚洲市场 例如东盟 会否是一个很受惠贸易复苏 因为现在不只是国安疫情 连中美之间的贸易角力都可能会更 舒缓一些 舒缓一些 会否都会利好一些 还有之前一些的生产线的移动 由内地移到亚洲地区 是否开始看到效果呢 这些都会令到大家知道 为何我们会看好东盟多一点 亦都是看到的原因 我就要问 时间点如何去掌握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 其实股市都是一些高位 你见美股 虽然上个星期是轻微调整 但是比较贴近历史高位 而新兴市场仍在冲进去 我们怎样摸出年时间表呢 因为今天开始我们发觉 有多一些叫做 tail risk 就是一些不禁利好的因素 例如一些反垄断方面的消息 金融行业监管 就是互联网为主 然后中美方面又有一些黑名单 又整天会加一些企业进去 有很多中资的公司 也都是撕走了 由国际指数那里要出来的 其实这些都会继续困扰的 帕琳觉得如果我们明天都是增持股票的话 我们应该摸第几季 你有没有水晶球给大家一些 其实摸第几季就一定难的 因为为什麽呢 新一年来说 你最难也是叫做大家都知道 究竟市场什么时候跌 其实大家都猜到 就是疫苗一有任何冬瓜豆腐 那市场就一定跌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是你和我也知道的风险 但是你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风险 但是同一时间刚刚你讲到 你会很明显感受到 在第四季度的时候 它也告诉你一件事 同类型的风险 在市场的股值偏高的市场 它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 例如同类型的监管型的风险 在内地或者美国 你看到市场的反应大很多 如果你说投资者在新一年的时间 其实我就会建议 既然你做得资产配置 其实你可能趁年底 又或者是年头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可以分散了部分下去 因为基本上你做资产配置 关键就是你不是想去估哪个最理想的入市 不是常常动动的 是的 但是你说我自己做了一个 可能我八成的资金做了一个资产配置 我的两成是考自己的眼光的 那你就觉得那两成真是当时市况 去做你自己考眼光的状况 你这个说法 我突然想起上星期就 这一两天看到 一个我都经常追踪的一个基因经理 Ray Dalio 那他就上个星期做了一个市场 那他就提到一件事 就是明年就钱多 那变成了股票其实更贵也有机会发生 市盈率说到50倍也有机会发生 但是重点就是你怎样聪明地去调配你的资金 在不同的板块和地区那里 那刚才我们就说了地区 板块方面大家都会想 价值股 增长股 就是说了一个多两个月 而事实上去到年底 阿帕琳那些价值型股份 其实已经去到12月 头一星期 差不多都三个多月以来 都跑赢了一些叫做增长型股份 去到这个时候 你又觉得怎样拿捏这个时间呢 其实对新一年来说 增长股起20年就表现很好 当然去到第四季 由于疫苗出回来 大家都觉得我终于看到春天 你见到资金明显有一个回流的状况 但是对于增长股来说 下年其实基本元素还在 例如低息环境 但是为什么增长股开始第四季跑慢 其中一样东西大家都开始发现 我们时间回转早一点 可能是19年的年底 同样类型 当其实的增长股还没发生疫情的时候 例如科网企业等等 他说的增长可能是五年的增长 是多加多少个人都好 20年疫情 他可能在三个月之后 将未来五年的增长一次个反映出来了 是很厉害 由大家不懂得用网上的视像会议 都然间 天天秤 有谁没有 说真的 但是同时你很快就会面对 我2019年的时候看 它的未来十年的增长是这么多 它一年的时间 将五年的增长放上来 那剩下的增长呢 它还是不是大家在一年前看到 这么高的增长股份 增长股的部分 21年为什么我们会放慢一点 就是因为大家开始调节 大家的增长股的看法 纵然的息口很低 但是价值型股份 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发剂出现了吗 疫苗到了第一步 会是第一个重要点 其实你见到今个星期整体市况 其实不太差 但是第二个重点的位置就是 究竟说什么时候市场有一个大幅度 叫大幅度的人数去得到接种 真的要实现得到 因为那个预期太高了 就是说可能某个地区 说有百多二百万人已经开始接种了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它的经济复苏的速度 基本上已经等同是慢慢变回以前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加见到 多一些趋化剂 去将这些旧经济股份再慢慢推高 这个真的要看看它什么时候实现 现在还有很多市场的传闻 有很多人怀疑 究竟会不会 成效没有之前预期那么高的 接种率高不高的 例如第一次出了一支疫苗 可能大家觉得高危人士要打 但是也反过来 有另一些高危人士 你又不想打我 例如小孩子 我绝对不出街 不急着的 或者又过了几个月 然后你又开始担心 会不会有副作用出现 再过多几个月 会不会担心疫力会过呢 所以这一段路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反弹的 但是你投资者一定要小心 就是这次疫苗出来的时候 未必是一个线性 可能还有很多催俱的路 既然仍然有那么多的风险 市场都会有很多这种噪音 问题就是 我们当帮我们的组合 做一个保险性的 一个部署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收息工具 我想债券 都是过去那半年 很多人都会想 这个仓是否一定要继续有 特别是明年 而事实上 其实现在 大家这么想是去到年底 到现在为止 继续把这些钱推散在债市上 因为去到上个星期为止 其实都可以一下一下大家 环球富腰的债券规模 已经碰到18万亿美金 这个创新高的 而你见到其实那些美债息 叫做十年那些 上一上接一厘 其实又好像上不了 好像下回来 然后你欧洲那些债 国债息又是在滑下去 其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国债市的规模大到 很多人已经在传说 会不会爆煲价 小心点 投资者持有太多的时候 会怎么说 重演08年银行 too big to fail 现在在说债券基金 是的 债券付息其实都在欧债事件之后 都出现过几次了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 债券和股票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投资环境 例如债券付息就会觉得 我买一张债券持有到期 好像输钱 很愚蠢 但是问题是 付息是可以再负心一点的 如果你当他买股票那样买 那些人就会觉得 我今天付一厘 我付两厘的时候 我卖出去那我就赢钱了 亦都令到继续付息市场 为什麽资金继续流入去 明知都一定输 其实不是的 对投资者来说 他还有投资价值 不过就可能和 认知状况有些分别 和股票 另一方面就是 对投资者来说 21年债券最难的投资是什麽 你知道下年来说 环球都有经济的reflation 通常不是很高 但是也一定会有 但是环球的知识 就算你没有投资债券 你做定期都知道 基本上是没有息的 就是说我做任何的定息工具 其实我都有机会出现一个负回报 在连接通胀之后 我最怕是什麽 刚刚澳洲的债券竟然负息 才令人觉得很担心 因为澳洲已经不高级货币了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 新年债券对它的用途是什麽呢 要认清以往的用途 第一就是保守 或者分散的投资作工 我一边又说持重股票 我没理由没有债券 难道赤裸裸出入股票市场吗 你要认清 当你要去做一个防守性 或者叫做对冲一点自己做风险的时候 你买的债券是否真的帮到你手 第一不要自己想着 我又想对冲的风险 但又想要高息 算了不如买一些亚洲国家的债券 息口高一点 那不是防守 你是争取了高一点的利息 但就没有了防守意念 可能更加想象到就是 防守的时候就算买美国国债 它真的没有什么息 它未去到负息的 但实质回报已经是负的了 但是你也不要太介意 反正你要留意着自己 但是要接受 因为同时你要知道 其实你现在不是百分之百买进去 你是因为你有股票 你才买进去 所以那个做法就会不一样 另一方面就是争取利息收入 最大的痛苦就是 那我不如买了高收益债券 反正那个息差都还有一些 但是理论上下年经济好 应该那个叫做 违约率降低 是否价格 中国那些爆得很厉害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今年又有一些陷阱 投资者要小心 如果这方面真的持中了股票的时候 然后你另一边的债券 又选择高息债券这些 或者申请市场债券 其实你是将两种回报 类近的产品放在一起 那就是说你是纯粹为了增加利息 然后就将自己的风险 继续放在一起 反过来 为什么你不是 为什么呢 反过来 因为其实你 股票的部分 可能你自己也在争取你想去顾息 特别说明年 有些股票终于派息 既然是这样 我还需不需要这样呢 就算我们看好高息债券市场也好 我也会见到你 做资产配置最大的难途 或者最大的陷阱 投资者就 经常就 只看了自己的资产 只看了债券 就不记得了我的资产类别是要搭配一些东西 所以当我们下年看好股票的时候 我们说看淡少许的债券 不代表你磨你都要游 但是你更加要接受自己持有什么风险 明白了 给大家一个参考 其实 帕链说的一些是一直在实现 大家都是寻求一些比较高Yield 高风险的 所以高息债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那个表现是资金流入很厉害的 3400亿也创了新高 这是来自美银美临和EPFR的数据反映的 但是帕链 如果像你所说 如果 我都要有一些保本的成份的话 其实说真的我持有国债 除非你是持有人民币相关的 资产的债 其他美元债 或者欧元债 还是什么的债 其实都真的给不到任何汇报 会不会其实我都是持有股票 但是我持有些收息的东西 或者有利用的东西 例如想起一些利益 那类类似的东西 其实会不会比我 在股票中持有些债券呢 两种 就是说投资者 首先你最原本的目标是什么 那些最原本的目标 都是要保守保本的 我之前就说 没有那么完美的了 如果你真的想保守保本 不可能又要做到这个效果 又要高息的 但是如果反过刚才说 我又想起保守之余 争取多一点利息 又或者和股票的相关性较低一点点 除了定息工具 还没有其他作用 刚刚你提过的Vis 房地产信托 会是一个多理想的选择 因为如果 当下年疫情真的得到控制的时候 其实很多今年一直都说 那个砖头的投资 其中很客观的状况就是 就算你的商场多漂亮也好 没人走也没用 没人租不出去 但是明年当消费回来的时候 它得到租金回报越来越改善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理想的收息回报的工具 当然除了这种另类的投资之外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些避险的货币 黄金那些吗 可以不可以 比特币算不算货币吗 比特币我觉得风险始终大家看到 很多栋 如果对投资者来说 可能先用传统的 特别是资产背景也先入门 那你是说什么 人民币那类 黄金 日元都可以考虑 可能对黄金来说 投资者今年会觉得 涨了很多 其实都很错 但是它终于具备一些 基本良好的元素 包括联储局的低息 央行重新买日元 黄金 甚至减持美金 申请市场对珠寶的需求 终于有机会回来 至少我立即买珠寶 这几样东西都会帮到它 不过黄金最大的风险就是 究竟央行何时会效率架成 可能对大家来说 我们会觉得 22年对黄金的挑战就大过21年 可能21年上半年 它还有个挺好的表现 如果你想将组合的回报 变得不是那么大关联性 可以加少少这类型的资产 今年都升到超过两成 回报都是不错的 不过一路握的话会好一点 否则在中间的风浪 其实也挺害怕的 今年有什么资产中间风浪不怕 你怕得过油 是的 富数都见过了 希望Jurie不会有这些危机 今天谢谢PATLINK 和我们全面去審视 究竟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应该有什么 明年再和我们聊天 看看仓店的收拾 谢谢PATLINK 我们下一集再见